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同意中国大陆对涉及电信诈骗案的269名台湾籍及大陆籍嫌犯引渡至中国大陆的请求 全案应继续进行相关司法程序 台湾外事部门表示 案发后台湾持续与西班牙政府接洽 且已经以正式管道向对方提出引渡请求 主张将台湾涉案者遣送或引渡回台 但是西班牙与中国大陆签有引渡条约及司法互助条约 西班牙政府始终未对台湾方面做出正面回应 有台湾媒体称 目前西班牙司法程序尚未完成 台湾相关部门再继续透过法律程序争取权益 此前国台办发言人就台湾民众犯诈骗案一事表示 台湾陆委会应该想一想 为什么去年5月20号以后 双方警务部门的人员没有再就合作打击犯罪事宜进行过会面和接触 为什么这些台湾电信诈骗嫌疑人由于屡屡被轻纵 导致受害者权益不能受到保护 他们更应该反思的是台湾的有关规定和台湾的政治文化 过程一波三折的台湾中华文化总会新任会长选举终于定案 台湾立决领导人蔡英文将在3月1号接任会长 外界普遍质疑蔡英文想加重本土化 迈向所谓文化态度 对此岛内网友讽刺称 那天蔡英文当选中国小姐也不会意外 近来台湾中华文化总会在岛内可谓风波不断 先是爆出大批绿营人马欲加入会员 之后前任会长刘兆玄遭批恋战职务 被挤兑自行请辞会长一职 令各界担心本届会长无法产生 现在终于定案由蔡英文接任会长 并拟由核心幕僚林景昌任秘书长推动文化议题 蔡英文接任台湾文化总会会长遭到网友大肆嘲蹦 林浦尚依网友讽刺说 哪天蔡英文当选中国小姐也不会意外 网友纷纷留言 蔡英文既要去中华文化又要担任这职务 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一个这么不认同中华文化的人 担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真是可笑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立法机构17号开议 由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全率各部门主管 进行施政报告并接受质询 这回就连民进党民代理俊逸在质询时也痛批说 民众感受不到民进党当局施政成效 归纳有三大原因 政策论述不清楚 改革速度太慢 其态度动作不够明确 据台北报道 林全施政报告内容分为 加速产业转型 扩大公共建设 实践公益社会 革新当局治理 深耕文化教育 确保台湾安全等六个部分 在两岸关系上 这份报告琢磨不多 并且放在最后一项 两岸关系方面 政府以维持现状作为核心理念 持续致力维系两岸和平稳定发展 我们将依公开透明 人民参与监督督的原则 推动两岸互动还有协商 在对等和尊严的基础上 进行良性的对话 并恢复较高层次的对话和协商 以建立一致性可预测 可持续的两岸关系 针对13号造成33人死亡的 游览车翻车意外 林全除了说明 目前案件处理状况 同时提出四项改革方向 他说提升车辆软硬体设施 加强大客车车身结构强度安全 加速淘汰不效业者 及高风险旅游产品 以及加强劳动检查 避免驾驶超时工作等 针对民进党及民代刘世芳 质询提到 台军退役将领频频访问大陆 有所谓乱说话的问题 林全表示 除了台军高阶将领 赴大陆访问需要申报外 目前规划 相关高阶人士 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访问大陆 也必须申请 但赴大陆访问 到底怎样行为需要受罚 必须要谨慎规划 标准必须要具体 不能笼统 否则会被批评是白色恐怖 时间虽然花费较久 但并不代表不会有修法作业 将来还是会考虑拔退休凤 甚至情节严重者 要追回勋章等等 对于林全的报告 国民党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王玉敏痛批 林全行政团队上任以来荒腔走板 简直是拼装行政团队 日前发生的游览车事故 台交通部门负责人赫陈旦 完全不肯负起政治责任 国民党是帮台湾人民拍桌 要求林全赫陈旦下台 作为拍桌来源于蔡英文当初说过的话 他说和当局打交道 如果第一次听不见 大声一点 如果第二次再听不见 你可以更大声一点 第三次再听不见的时候 你可以拍桌子 国民党团说 如今的拍桌行动 是响应蔡英文的号召 另外林全的报告 也招来民进党民代的质疑 除了苏贞昌之女苏巧慧 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以外 民进党民代李俊逸 当面质询林全时也表示 民众感受不到台当局施政 他从尾牙到现在 一路被骂到臭头 归纳有三大原因 政策论述不清楚 改革速度太慢 及态度动作不够明确 台湾作家陈芳明也认为 举其不定语言不详 是林全团队的重要特色 好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台湾媒体 今天还有哪些方面的观察和评论 我们来连线一下 本台的驻台观察员陈贺南 贺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小丽 我们要来说一说 台湾方面复联会的事情 台当局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日前发文复联会 质疑复联会是国民党的速随组织 之后复联会主委 顾严卓云女士出面接受媒体专访 严正驳斥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行径 一时激起千层浪 要知道台湾方面 复联会在过去的几十年间 所做的公益无数 创办孤儿院受养孤儿 并且设立奖学金去资助学子们 过去的那些孩子 学生们如今都是岛内社会的中间力量 甚至有些人已经是社会的栋梁支柱 如今民进党的 所谓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登门踏户 扬言要让复联会消失 曾经受过复联会帮助的人 怎能不气愤 是的没有错 复联会确实是由蒋宋美玲女士创办的 而不能因为蒋宋美玲女士的特殊身份 以及复联会创办的特殊时代 就将复联会做一个简单的定型 而完全无视 甚至是磨灭掉 曾经复联会对于岛内社会做出的贡献 这两天 不断的有社会知名人士出面表态 他们都是用一种感恩感念的态度 去陈述自己的经历 很多人都表示 在当时就是缺少那么一笔钱 如果没有复联会的辅助金 自己的梦想可能就要延后好几年 甚至就无法实现了 是复联会的帮助 让他们踏出了圆梦的一步 从2000年开始 复联会已经为上万名的清韩学子 提供辅助金 金额超过了上亿元新台币 而这些接受过复联会帮助的人 他们或多或少都曾经和复联会接触过 他们无不表示 复联会中几乎不曾感受到 国民党的政治色彩 要说这就是国民党的附随组织 他们一万个不相信 甚至直言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你挑错对象了 请做好功课再来 不过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方面表示 依然会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 对于复联会是否是 国民党附随组织一事 召开听证会 那么就这一事件 我们将会持续的进行关注 也请您锁定东南卫视 好的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观察和梳理 接下来把时间 还给福州演播室 小丽 好的 谢谢河南 台湾日前发生严重的游览车翻覆事故 酿成33人死亡惨剧 引发岛内各界对于司机攻时过长的讨论 蔡英文表姐 新任台劳动部门负责人林美珠 17号在台立法机构质询时竟说 驾驶在旅客下车观光后的等待时间不算攻时 林美珠的这番话 立即遭到了岛内民众的痛批 17号前往台立法机构背询的林美珠 被国民党名代王玉民问道 旅客下车观光时 游览车司机的等待时间是否算攻时 林美珠回应 按照台湾劳动基准条理规定 未受雇主约束 可自由支配的时间就算休息 非属攻时 待命的时间要看他是不是受到拘束 如果说他这一段时间 他把车门关起来 他可以去站站步 他也可以去做做操 他也可以去听听音乐或者是打个 所以你的算法也是不算 对此 国民党青年团前团长肖静言不满说 那以后林美珠只要没有开口讲干话 也不算攻时了 国民党文传会副主委李明贤也讽刺到 官员难道是活在云端吗 网友猛酸林美珠说 擦屁股越擦越脏 刚上任脑袋就怪水了 民进党都只有这种三流的所谓部长吗 而台劳动部门18号表示 由于游览车驾驶的公式认定 遭部分人士误解 因此予以澄清 包括游览车驾驶在内 凡受雇主指挥监督或受命等待提供 劳务之时间 技术工作时间 不过台劳动部门进一步说明 一日行程当中 司机在未开车时的等候时间 究竟算不算公时 仍得依个案判断 要看这段时间内有无受到雇主指挥监督能否自由运用 不算公时这样可以接受吗 不可能 真的不能接受 怎么说 毕竟我们这段时间就是出来工作 工作时间就是这样子 18号 距离台湾213游览车事故已将近一周 晚间为事故罹难者举办的投机法会 在台北第二殡仪馆内举行 当天上午举行的善后处理会上 多数罹难者家属希望有关方面成立专案小组 统一窗口处理事故善后 头期法会于当晚9点开始 晚间8点不到就有罹难者家属互相搀扶着步入灵堂 他们面色凝重 有的人眼眶湿润 灵堂内安放着许多罹难者的照片和排位 罹难者中既有白发长者也有花旗少女 排位前方供桌上摆放着鲜花 灵堂内外陈列着包括歌手于成庆 江汇等各界人士制赠的花篮 台湾游览车祸发生至今 死伤者家属抱怨 应得的600万元新台币理赔迟迟迟没有拿到 18号上午 蝶链花旅行社台公路部门 保险业者和44名死伤者家属 共同召开善后会议 现场家属要求蝶链花旅行社老板周比仓 签署同意让读书 加速保险理赔给付 为什么五六天时间 统统就要把他们叫你俩口花掉 又不是死掉够啊 你把他这样子输掉 相关理赔一直没有着落 家属也提出质疑 资料齐全以后 我们就会赔付 没有 我们会把这一个程序会处理 还要他点头吗 18号上午包括蝶链花 保险业者 台公路部门等相关单位 联合正好开善后会议 不过比较前一天 蝶链花老板周比仓 似乎又怕说错话 一路低着头还闭着眼 哪一个单位可以判赔我们 因为这是政府的单位 应该要判赔给我们 因为政府应该务责 不是业者而已 初步统计包括强制嫌死亡 理赔200万新台币 履行业责任嫌200万新台币 加上旅客运用嫌200万新台币 总共600万新台币理赔 但是现在其中400万新台币 还得走程序 同意 挤出同意两个字 而保险业者也响应 后续假设蝶链花 有力同意签署让渡书 他们就会加速处理 只是家属焦急的心悬着 一刻都再也不能等 双方经过一个上午 仍旧在问题点上不断打转 蝶链花旅行社的创办人周比仓 18号上午再度露面 出席善后会议 不过比起前一天 态度180度大转变 不但当众为自己说错话道歉 还两度鞠躬 但偏偏接受 平民媒体访问时直言 超时工作是一个怨打 一个怨挨 再度引起争议 本人周比仓代表蝶链花旅行社 有力同意同事 为昨天想错话 跟各位道歉 一开口先鞠躬 蝶链花老董周比仓 经过一天态度180度大转变 人为财死 鸟为死亡 我还借了他15万 人死了再就烂了嘛 我的所有动产 不动产 现金都已经被扣押了 各位放心 你尊重一下我 等我把话讲完 那我就不要讲了嘛 好不好 你要不要当面一个一个去道歉一下 谈言财产被扣押 鞠躬再鞠躬 施也不赢了 周比仓一路低头 闭眼看似收敛许多但偏偏 接受平面媒体访问 又藏不住性子 周比仓说超时上班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还说限制别人是不好的 引起争议 就连17号记者会上所说的话 也被员工一一打脸 其中有一位司机叫李海通 我叫他保老保 因为他有欠卡在 他就不敢保 他从来也没有说要另外帮我们家保 你都可以去问 我有谁跟我请假 我有不准的 他都尽量不让我们休息 也是一直排一直排 离职司机也爆料周比仓名下根本没有财产 不过检察官向法院申请假扣押 初步清查发现 名下有16部游览车 但周比仓态度始终反复 是否真有诚意要解决问题 外界物理看花 台湾禽流感疫情严重 台农政部门认为 禁运禁在七天 是最快速清除禽流感病源的方法 对此养情业者不满台当局把业者当贼看 他们说这也是对负责检疫把关受医师的不信任 台当局敢担保七天后 岛内禽流感疫情就此根除了吗 养鸭协会秘书长李鸿忠指出 H5N6是台湾新出现的传染病 同一型禽流感在不同地方潜伏期不尽相同 那么到底H5N6病毒在台湾潜伏期有多长不得而知 不可能台湾所有勤厂从同一天开始计算潜伏期 总有先有后 这样谁能保证禁运禁载七天之后 就不会再爆发禽流感呢 候鸟每年都会来 不可能把禽流感赶出台湾 对于官员称禁运禁载可以逼业者通报疫情 李鸿忠说这是把业者当作贼 以陆地勤厂来说 一旦染病至少死两三成以上 现行机制 积压额要卖到市场之前 都必须要有两道检疫关卡 第一关是由合格受医师到情场看过 拿出健康证明 第二关送到屠宰场之后 也要有合格的受医师开出检疫证明 他指出 如果受医师到情场看到两三成病死机 怎么可能不同报 台湾局靠七天禁载禁运毕业者通报 岂不是对合格受医师的不信任 台湾局应该落实现行两道把关制度 却推七天禁令对业者伤害很大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资讯蕴含机会创业改变未来 感谢3158招商加盟网的大力支持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交际 马来西亚警方18号说 警方已经逮捕一名朝鲜公民 这名男子涉嫌与13号发生的 一名朝鲜男子金正男 在马来西亚身亡有关 马来西亚警察总长哈里德说 警方17号晚在雪兰俄州地区 逮捕这名男子 根据他身上的证件信息 嫌疑人名叫李中哲 1970年5月6号出生于朝鲜 现阶段调查仍在进行之中 雪兰俄州警察总监萨马赫说 警方突袭了雪兰俄州一处公寓 抓获这名嫌疑人 马警方在完成调查之前 不会移交13号身亡的朝鲜男子的遗体 现阶段警方仍需死者家属的DNA样本 已完成比对 马来西亚警方当天早些时候 反驳了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17号晚 有关马方故意拖延移交遗体的说法 称马方尚未获得死者家属的DNA样本 已完成调查 朝方必须遵守马来西亚的法律规定 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江浙17号晚表示 马来西亚未经朝方同意 强行对死亡朝鲜男子的遗体进行尸检 朝方将拒绝承认事件结果 根据此前马来西亚警方公布的消息 13号一名朝鲜籍男子 在吉隆坡的国际机场寻求医疗帮助 但随后在送医图中死亡 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16号确认 这名死亡的朝鲜男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之兄金正男 另据马来西亚媒体消息 马来西亚五级阿曼警察总部18号20点35分 通过电邮等方式向媒体发送邀请函 表示将于19号13点30分 针对朝鲜公民在马来西亚被杀害一案召开记者会 美国媒体17号援引国土安全部内流传的一份备忘录爆料 特朗普政府考虑动用多达10万之众的国民警卫队 在靠近墨西哥的11个州搜捕非法移民 报道一出引发一片惊呼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随即出面灭火 否认白宫有此打算 美联社当天独家报道 这份备忘录的日期为1月25号 内容长达11页 据称是特朗普签署的一份 关于移民和边境安全总统行政令的指导性文件 这份文件提议 在靠近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州 亚利桑那州 新墨西哥州 德克萨斯州等11个州 对非法移民实行史无前例的军事化执法 这些州的国民警卫队员将担负与移民官员类似的职责 有权调查逮捕和拘押外来人员 报道发出后 白宫和国土安全部赶紧跳出来否认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 特朗普政府没有任何动用国民警卫队搜捕非法移民的打算 报道百分之百不属实 国土安全部发言人也出面表示 该部门没有相关打算 克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扬言要大规模遣返非法移民 他就任后 在美墨边境筑墙 禁止穆斯林入境等竞选承诺上 说到做到 让不少担心 他下一步是否会严打主要来自中南美洲的非法移民 美国媒体报道 执法部门近来在美国多地逮捕数百名无证移民 一时间人心惶惶 美联社爆料的这一计划迅速激起名分 由于美国国民警卫队听命于各州而非联邦政府 因此这些州的州长有权决定是否参与这一计划 目前计划涉及到的11个州中 至少三个州的州长已经出面反对 表示这种做法违背宪法精神 并且会给州政府带来沉重财政负担 好的 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组简讯 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其他方面的消息 美国副总统彭斯 18号在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的发言中表示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跨大西洋纽带的承诺不会改变 美国坚定支持北约 他强调美国将做欧洲最好的盟友 但彭斯同时呼吁 北约各成员国要做出更多贡献 分担北约军费 在特朗普曾抛出北约过时论的背景下 舆论对跨大西洋联盟的未来十分关注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8号在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言时表示 俄罗斯希望寻求务实相互尊重的俄美关系 同时呼吁建立后西方世界秩序 他说俄罗斯无意与其他方面发生冲突 但会坚决保护本国利益 俄美关系应建立在务实互相尊重 以及充分认识两国对全球安全肩负特殊责任的基础上 这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拉夫罗夫指责北约是冷战工具 强化北约只会加剧紧张 他说从慕安会现场的一些陈述来看 冷战还没有结束 一些国家以精英俱乐部的形式来统治世界 从长远来看无法奏效 德国总理默克尔18号在参加第53届慕尼黑安全会议时发表演讲 呼吁各方协作共同应对挑战 强调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不是解决方案 默克尔说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应对挑战 应该加强例如联合国北约欧盟等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 默克尔强调 历史一再表明全球性危机只能通过多边的方式解决 目前的问题是多边结构还不稳固 这是出现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的原因 但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绝对不是解决方案 当地时间18号 比利时一辆客运列车在行驶至勒芬市附近时发生脱轨事故 造成一人死亡20多人受伤 当地政府官员表示 事发后他们在铁轨附近发现死者尸体 推断其很可能并非列车乘客 受事故影响 勒芬市铁路运输出现中断 相关部门正在对脱轨原因展开调查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设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眼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好的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资讯蕴含机会创业改变未来 感谢3158招商家萌萌的大力支持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面部移植手术是目前最罕见 最复杂的手术之一 去年六月份 美国怀河明州一位面部严重受损的患者 接受了面部移植手术 手术非常成功 近日这名患者和人们分享了自己 重获新生的心路历程 2016年7月 安迪·桑德斯从医生手中 接过一面镜子 忐忑而激动地看了看镜中人的模样 这个人既熟悉又陌生 不管怎样 桑德斯在漫长的十年等待后 终于拥有了一张正常的面孔 事情还要从2006年圣诞节前说起 当时21岁的桑德斯心情抑郁 冲动之下用步枪抵住下巴 抠动了扳机 然而就在枪响的一瞬间 桑德斯后悔了 警察赶到时 他用微弱的声音求救说 我还不想死 经过抢救 桑德斯虽然保住了性命 整张脸却变得面目全非 经历了八次手术 看上去依然是争鸣不堪 桑德斯回到怀俄明州的老家 不愿见人 躲进深山以打猎捕鱼为生 2012年 桑德斯的整形医生 通知他一个消息 梅奥诊所将开启 面部移植手术项目 经过身体和精神测评 桑德斯进入候选人名单 等待合适的捐赠者 桑德斯等到了这个机会 21岁的卡伦罗斯 被子弹击中不治身亡 按照他的遗愿 妻子捐出罗斯的遗体 经过与桑德斯的身体数据比对后 医生认为 可以将罗斯的整张脸 移植给桑德斯 2016年6月的一个晚上 医生对桑德斯进行了 耗时56小时的马拉松换脸手术 医生先花了24小时 摘掉捐赠者的脸 包括面部骨骼 肌肉群 皮肤和神经系统 同时在桑德斯脸上铺路 为移植新脸做准备 接下来 医生又花了32小时 将捐赠者的脸 整个移植到桑德斯的面部 手术非常成功 经过将近一年的恢复 桑德斯终于拥有了一张正常的脸 捐赠者的妻子曾给桑德斯寄来丈夫生前的照片 恰好罗斯也喜欢打猎捕鱼 桑德斯回信说 这张脸让他和罗斯联系在一起 罗斯将以这种方式继续他喜爱的田园木鸽生活 好的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海达金岸线官方微博 和东南卫视官方微信 我是小丽 祝您周末愉快